旅游 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幸 早前指责沙努西不懂外交礼仪 称其在泰国首相宴请的 官方午宴中吃饭要两盘 然而 沙努西反驳了这一指控 并指责张庆幸再讲骗话 他在脸书贴文中上传了三张图片 这些照片显示了 他与首相安华一同出访泰国时 两国领袖和高官 共同出席午宴的情景 在文中 沙努西解释说 当天并没有正式的菜单 而是在他享用了第一道煮菜后 服务生突然端上了一碟炒饭 让他感到惊讶 然后首相问 大臣没吃 减肥吗 我就笑着回答 不是减肥 拿毒丝礼 只是他们再上一套 他首相就笑笑 他继续表示 为了不辜负服务生 他只吃了炒饭的一半 对于张庆幸的指责 沙努西表示 尊贵的 其实第二个饭不是我点的 是那些喜欢我的酒店服务主动送上 然而他为何讲成其他故事 真的莫名其妙 此外 沙努西还提到了 之前关于张庆幸在泰国行程中 像是坐在香蕉树下的 秃头大度佛 他写道 智旅游部长 不要连开玩笑都不行吗 走 玩橄榄球去 国盟在干马晚国席补选中 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胜利 获得37,220张多数票 引发大批支持者 在昨晚聚集在街头庆祝 不过度狂欢的情绪 却导致多条道路被霸占 国盟候选人阿木山苏里 形容这场补选大胜 为国盟迈向不成之门的开启 他表示 伊党在此次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 得到更多多数票 这得益于伊党和国盟的上下一心 全力以赴地助选 支持者们也为此结果 给予了强大的支持 阿木山苏里对这场补选的胜利 表示永生难忘 深刻铭记在心 他强调 这次胜利不仅仅是对他个人 担任大臣职务的认可 也证明了国盟再选民中的支持率 持续上升 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指出 西蒙国阵在此次补选中 获得的支持率 比第15届全国大选时低 意味着他们不仅无法吸引新的支持 甚至之前的支持度也大幅下滑 他指出 西蒙国阵仅获得27778张票 相当于30%的支持率 较之前的41%有显著下降 达基尤丁在文告中表示 这次补选结果显示 人民拒绝了所谓的政治拨款 并对政府使用不正当手段 强迫和欺负反对党议员 及州政府的行为表示不满 他强调 伊党将继续在国会和执政的州政府内 捍卫成熟 有尊严和民主的政治 认为这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 最佳的保障方式 达基尤丁指出 由于中央政府 未能确保人民和国家 不受政府行为的负面影响 伊党已准备好在国家层面 承担更大的责任 以确保国家及人民的利益 得到充分保障 韩沙在努丁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这次胜利是国盟和人民 送给首相安华执政一周年的礼物 他强调 国盟在此次补选中 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多数票 显示国盟是真正为马来人斗争的政党 在贴文中 他恭喜国盟一党候选人 拿督斯里阿默沈苏里胜选 并欢迎他来到国会 韩沙在努丁表示 恭喜Dr.Sam阿默沈苏里 欢迎你来到国会 伊斯兰党主席 丹斯里哈迪阿旺也在脸书上发文 恭喜阿默沈苏里 并表示对方的责任 如今变得更加重大 他强调 国盟在干马晚国席补选中 获得比上一次选举更多的多数票 显示人民拒绝了团结政府 通讯部长法米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伊党在干马晚国席补选中的胜利 不会动摇现任政府 他表示 团结政府将继续为人民扶植而努力 包括干马晚地区 此外 法米预测在宣誓就职为国会议员后 阿山苏里有可能被被推举 加冕为反对党领袖 他指出 伊党对他们的首相候选人充满信心 下一步可能将任命山苏里为反对党领袖 不过 这仍需由他们的政党来做出决定 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补爱 对土团党最高理事莫哈默李端声称 将有十名执政党国会议员 跳槽至国盟的言论进行了嘲讽 他在脸书上发文也与李端弟说法 如果李端之前提出的飞行车真的能够飞行 那么跳槽论或许才有可能实现 李端声称 可能会有十名执政党国会议员 转态支持国盟 这确实很惊喜 但这可能只会在李端 过去计划的飞行车真正能够飞行时 才会发生 补爱继续在贴文中言语 只要飞行车能够飞起来 那么第一批十人国会议员 就可能会飞过去国盟 另一方面 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袁怀绍 对李端弟说法进行了否认 他向每日新闻表示 李端虽然是土团党资深领袖 但并非国会议员 因此不具备掌握更准确消息的权力 袁怀绍强调 他无法确认李端所声称的 十名团结政府国会议员 将支持国盟的说法 并将之视为毫无根据的谣言 他指出 由于已有五名土团党国会议员支持安华 因此国盟已经无法筹组新政府 槟城国际机场 因入境柜台仅开放五个 导致服务流程怠慢 引起余千名游客 在机场内挤得水泄不通 激起大量不满 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 民政党宾州主席胡洞强 对宾州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疏忽 感到震惊与失望 并质问这是否是我国政府 努力吸引外国游客的迎兵方式 许多游客纷纷发表抱怨 对入境我国的第一印象大表不满 对我国旅游业形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胡洞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值国家全力促进经济复苏之际 旅游业更是至关重要的一项 然而 由于移民局的不给力和不予合作 未能妥善安排更多人手 到入境柜台提供服务 这显示了当局的不负责任态度 令人深感遗憾 他敦促机场当局及移民局 必须认真对待此事 并确保类似恶劣事件不再发生 他强调 这样的事件不仅影响国家声誉 也对旅游业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采取切实措施 确保机场入境服务的高效运作 以免继续损害我国的声誉与旅游业 当快便宜去 请 NOT casecell sources 都望尽头 丁纸 产生一量 并定 启